输入完密码以后,到检验菜单里面 往下找,找到 更新模型参数,按确定 再按确定 然后它会复制,等待,等待复制完 这个不用管它,按任意键去掉 然后我们再到系统里面去 找到充满墨星 按确定 左右键选择到启用,按确定 这不要管它,按掉多 现在的话,它会左下角出现充满墨星 然后我们需要等待20分钟左右 屏幕会显示,提示,墨星充满 订阅比较